去年的反送中運動 令到香港成為世界的焦點 那你自己在那段時間 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有沒有令到自己都有些改變 反送中運動 現在還未完結 在我的角度 現在還在發展著 而我自己去年6月份 就開始很積極地參與反送中運動 但是其實在前期 我們一些社區工作者 我們當時不是議員 但是我們在那個區域 都有做很多教育的工作 例如在3月份的時候 我自己已經派單章 跟街坊講解 什麼是逃犯條例 為什麼我們要反對 我們也搞過幾場講座 討論會 在地區層面 希望多些街坊關注 但是很老實講 早期沒有人理的 2019年3月沒有人理的 而第一次遊行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3月31日 民陣第一次搞遊行 大會都是公佈 只有萬多人遊行 而第二次遊行呢 第二次遊行就多人了 4月的 就有13萬 第三次遊行就6月9日了 6月9日就100萬了 是 沒錯 而我們那時候 6月9日我們社區前進 幾個社區幹事就有去租一間旅遊巴 去載一些街坊去參加6月9遊行 我很記得6月9日那天 其實我是在搞一個旅行團的 海鮮團 那我就搞完那個旅行團之後 就問那些參加那些街坊 有沒有興趣一起去遊行 都有不少街坊去完吃海鮮 之後跟我一起在旅遊巴 一起去了6月9遊行 那我最難忘的就是 海鮮團是自己的工作是嗎 自己的工作我社區搞活動的 定期都有搞旅行團的 而我最難忘的是 當時是那個導遊 那個司機都是有一齊去遊行的 大家沒想到要這麼多人去參加 那時候我以為我給錢 那個導遊和那個司機 載我們去遊行 誰知道其實他都有下車一起去遊行 真是一個全民的運動 不分階層的職業 是的 甚至331 我看到你們說 抓了一些市民派口罩的人是不合格的 那一件事我自己都覺得是很離譜的 政府現在肺炎這麼嚴重 但是他還派一些紙口罩給一些被捕的人士 所以我上個星期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去踢爆這件事和被捕的手足 警方這次都叫做很快回應了 他就說在4月2日開始就已經改變了這個政策 現在那些被捕的人就不會再收到紙口罩了 他們會收到正規的懲教署生產的CSI口罩了 這個是我上任三個多月以來 我自己最開心的一件事 最有成功感 是真的透過我們的窗戀啊 透過我們去和媒體去宣揚啊 和那些手足一起說 我們展示了紙口罩 證明給公眾看 那個口罩是薄到怎樣的程度 他沒有了中間那一層熔噴布 基本上你當是紙口罩也可以 所以真的成功爭取到 警方派CSI口罩給被捕的人士 我自己覺得是挺開心的 上任三個月以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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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人 是嗎 感谢观看